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又到了我们英雄转弹池时间啦 这个月的票选主题是 日本战国武将 有哪些人能够得到扇子团会员们的青睐呢 前三名选手就占了超过一半的选票 分别是以13.2%位居第三的封城秀吉 18.4%抢下第二的德川家康 以及23.7%摘下冠军宝座的明智光秀 要知道哦 二三名都是曾经一统日本的天下人 光秀能够爆发出这样的超人气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其中的关键应该与他人生 最后参与的那一场 本能寺之变有密不可分的连结 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本能寺的懒人包 当时碍于篇幅 没办法将明智光秀的心路历程好好扒书 今天趁着机会来填坑啦 我预计会分成两集 好好谈谈他的家世背景 如何崛起 乃至于加入枝田信长阵营 获得重用 又是为什么分道扬镳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从光秀的历史形象开始聊起吧 让明智光秀一生形象被定调的时间点 发生在公元1582年的6月 那一年战国霸主枝田信长 正打算进行他终结乱世的统一大业 不料却在京都本能寺遭到他最信任的加成之一 也就是本片主角光秀带兵突袭 由于士兵数量寡不敌众 信长选择在烈焰中结束自己性命 享年49岁 but 明智光秀也没有因此就顺利上位 取代老板的位置 相反的 事发后仅仅13天 他就被封城秀吉为首的过去同僚们包围 在山崎之战落败 追随着枝田信长的脚步 领便当去了 封城秀吉因为替祖军报仇成功 绅士看掌 日后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天下 明智光秀则背负着 旺恩负义 表里不一 叛徒等骂名 从江户时期的各种史书军纪小说 乃至于现代二战前的学术论文 当然啦 这与秀吉他掌权之后 想要塑造的官方版本历史也有一定关系 只不过有趣的来了 有一部分民间百姓的声音 与那些史书著作出现分歧 譬如在他传说中的出生地 齐富县惠纳俊明智丁 每年都会举办光秀祭去纪念他 还有光秀曾经受封的丹波国 当地民众也很怀念他 治水开渠的攻击 此外呢 同属于战国时代的人们 对于光秀也有留下一些不寻常的评价 譬如曾经效力过信长与秀吉 两代政权的武士前野长康 他的子孙曾经完成一部名为 武功业化的军纪小说 当中特别提到 明智光秀战功与才华出众 和封臣秀吉堪称是 知田家的左右护法 就连对部下要求严格的知田信长本人 都曾经罕见的夸奖光秀 表示呢 因为单波日向首的拼战 我才能在天下人面前保住颜面 这个单波日向首 是明智光秀最广为人知的观止 然而这些对于光秀的赞美 往往是散见于各种史料当中 而且不容易爬梳前因后果 很容易让人误会说 那是不是只是长官或同僚之间的客套化 光秀真的很厉害吗 我认为厉害与否是个主观的评价 但如果能透过观察不同面向的明智光秀 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 他与知田信长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必须走到那么极端叛变的行动了 相传明智光秀的出身是美农国名门大族 原姓土骑士的知系 明智士的子孙 没错 就是圆平和战中的那个原姓 这个说法是获得不少学者采用的 我自己在多年前那一部讲 本能寺之变的专片 也有提到同样的观点 如果认同光秀出身名门的人 很可能也会采取他是因为个人野心 所以发动叛变的假说 因为有一个传闻是 光秀要发兵京都前 曾经前往神社祈福 并且唱出了一首诗歌 歌词中的谐音是 就在此时已经来到土骑统治天下的五月了 有一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味道 有兴趣讨论这个假说的人 可以看看我们的旧片 但是本片要来以 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 上面这种说法主要流传于江户到二战之前 战后的史学家对此则保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倒不是说明智光秀一定是假冒名门原姓土骑士 而是他在这个名门传承中 占据了多大的重要性 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刘备的皇家血统 这样你们就懂了 众多明智家的家谱中 光秀他们家都有不同的分支变化 甚至连他父亲的名字也没有统一 光秀爸爸至少就有光龙光国与光刚三种版本 就算当时的武士经常改名 这也太频繁了 无论如何 明智光秀出生美农土骑家的可能性很高 但确切属于哪一个知足则难以考证 出生名门带给他的也不全然是好处 反而是漂泊流浪的前半生 在光秀阿公那一辈时 他们是有属于自己的居城 只不过阿公因为某次策动政变失败 惨遭放逐 居城就让给了自己的长子光龙 光龙的长子就是明智光秀 公元1556年美农国境内发生一场内战 原本的美农国大名斋藤道三 和他的儿子斋藤义农 爆发父子互打事件 连带使得底下家臣们分成 爸爸派与儿子派选边站 而光秀他们家呢 刚好就是站在爸爸道三那一边 这时候电影要怎么演呢 没错啊 道三必须死 他败给了儿子的军队 明智家的居城也遭到贡献 我们光秀虽然侥幸逃亡 但接下来就必须开始 漂泊无定的让人生活 在以光秀为主角的战争小说 明智军纪中提到 明智光秀离开美农后 曾经游历四方诸国 最终来到月前这个地方 以500贯的俸禄效力于朝仓一景 然而除了终点暂停在朝仓家 比较肯定之外 在此之前的流浪过程 都缺乏相关史料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幸好 在月前国打工的这段时间 不只让明智光秀生活安定下来 还让他认识了对一生影响 至关重大的两个人 分别叫做戏川藤孝与足利益昭 这两个人不只影响光秀 说是牵动了整个日本战国风向 都不为过 足利益昭就是后来的第15代 真夷大将军 也是士丁幕府的末代将军 他在哥哥一挥遭杀害后 先是被软禁在奈良 后来又看到堂帝被叛军扶植成傀儡将军 自己只好靠着亲信大臣帮忙奋力出逃 逃亡过程中不忘发信给各地大名 希望大家能来秦王上落 包括上山千姓知田信长都有收到邀约 只可惜他们多半碍于领地内战乱频繁 没有把这个未来将军的请求放在最优先顺位 而当时陪伴在足利益昭身边的重要大臣之一 就是戏川藤孝 戏川也是效力过一挥一招兄弟党的元老级人物 说书说书说的就是这个无巧不成书 这一批以除备将军为首的流浪军团 一路逃啊逃 就这么巧逃到了越前国 和明智光秀相遇了 曹仓易景起初很大气地接纳了足利益昭 表示会支持他的理想 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易昭却发现易景迟迟没有出兵勤王的打算 他心中着急 可是寄人篱下又不敢催促 在这个moment这个时间 光秀出现在易昭与藤孝两人面前 说出了那一句震撼人心的发言 曹仓易景不足性 为枝田信长可其业 意思是呢 曹仓老板他就是个说说人 你不要期待他的帮助了 如果想要振兴幕府 去投靠枝田信长才是正土 明智光秀为何要说出这种 有损自己老板利益的话呢 他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由此一说 因为月前国当时原本有内乱 曹仓易景平定叛乱后 放眼四方没有强大的敌人 不免有些放松警戒 此外呢 在公元1568年时 易景疼爱的长子兼继承人不幸过世 这使得他心灰意冷 失去了原本的雄心壮志 以上呢 是属于曹仓家的因素 同时在枝田家那一边 也有令人意料之外的发展 信长大大在1567年时 攻下了美农国的统治中心 道业山城 占据了大半领地 这对于出身美农的明智光秀来说 肯定是相当重要的情报 让他对枝田信长的期望大大上升 鉴于以上考量呢 明智光秀啊 和足利易昭等人讨论过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选择离开朝仓易景 转头戏川藤孝麾下 诶 大家会说 怎么不是把职位挂在易昭底下 反而是他的臣子呢 我想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 要侍奉将军 不是随随便便的人 就可以担任的 第二呢 易昭现在也只不过是将军候选人 还不是真正的将军 第三 戏川藤孝当时职称啊 挂名兵部大府 作为他的幕僚呢 也是够威风啦 倘若光秀的长官变成易昭 那要开给他什么样的职缺 等级要跟戏川藤孝平行吗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光秀呢 都跳槽了 这一批储备将军旅行团 当然啊 也是毅然决然 在1568年的夏天 离开原本驻扎的月前国 再一次出发寻找他们新的快乐伙伴 是的 目的地呢 就是已经把道业山城改名为 齐富城的枝田信长大本营 1568年啊 可以说是明智光秀人生中的关键转列点 如同前面所说 他从曹仓家转头到将军阵营 又马不停蹄陪着新老板 从月前国赶到美农国 和枝田信长碰面 双方人马这一次历史信乡会呢 就像是推动整个战国局势的齿轮 而且啊 非常刚好的 就在他们碰面当下 信长呢 收到来自正清丁天皇的圣旨 希望邀请他上落 这么巧哦 将军候选人一招 心里想的也是上落 让自己啊 可以正式升格为真夷大将军 对于信长来说啦 同时得到天皇与一招的加持 自己啊 这时候带兵去京都 简直就是忠诚孝子 超级名正言顺哦 于是呢 在齐富城会面的两个月后 他就打出天下不武的旗号 率领大军啊 浩浩荡荡出发了 这一趟上京过程呢 比预期中顺利 虽然途中有南近江的六角加祖兰 京都啊 则有包括三好长翼在内的三好三人众盘踞 但都不是信长的对手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敌军就被打得落荒而逃 带着傀儡将军呢 往四国阿波方向撤退 随后一招啊 也成功取得了 梦寐以求的大将军位置 然而大家都知道 反派角色往往比起勇者 更加有恒心有毅力 三好三人众呢 作为本支影片的反派 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他们看准知田信长啊 才刚打下美农国 不可能放着不管啊 自己长时间待在京都 迟早要回大本营 果不其然 信长呢 九月底到达京都 十月底又匆匆返回齐富城 只留下将军足利一招 还有数千兵马坐镇 而明治光秀呢 这时啊 也是陪在一招身旁 这里呢 有一个小八卦式 部分军纪小说中提到 信长决定上落时呢 就曾以五千贯的高薪 挖角光秀当自己的部下 只不过真的有成功吗 其实哦 是很有想象空间的 我们接着听下去 话说呢 信长前脚刚离开京都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 三好三人众 立刻啊 就拟定了偷袭计划 他们选择在隔年 正月出兵 这是算准了冬天时 齐富城到京都之间的道路 会受到大雪阻隔 信长啊 想派兵救援 也无法及时赶到 三好军呢 总计有一万多人 先从四国岛走海陆 攻占家园城 随即啊 杀相足利一招居住的 京都本国寺 这些好啊 最初啊 寺内只有一招 与两三位进城 搭配信长留下的少量士兵 要怎么防守呢 光秀啊 这时候以明治时兵卫的身份 出现在史书上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敌军啊 他和将军呢 都拿起武器并肩作战 整整扛住了防线一天一夜哦 就是这宝贵的一天 让他们等到了转机 原本前往东边 射金国作战的西川藤孝 还有在西边北晋江的 前景长镇等人 集结兵马赶来救援 以一个大元包小元的态势 和足利一招啊 理应外合 成功逼退了三好家的进攻 而齐父那一边的枝田信长 他忧心如焚的等了一个星期 好不容易盼到鸡血融化 带着青庄部队火速冲来京都 看到啊将军平安无恙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事件呢 史称本国寺之变 又或者六条之战 战后续工嘉奖名单中啊 就有我们光秀的名字 六条之战是发生在一月 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枝田信长啊 马上做出应变 先修建了更坚固的二条城 作为一昭将军的新官邸 以免啊悲剧重演 紧接着呢 他安排九位众臣进驻京都 名为政管队 官方说法呢 是要协助幕府处理朝廷和民政事务 这当然了 没有错 可是台面下呢 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啊 大家都很清楚 加强军事防卫措施 这批政管队啊 又被分为两个大队 第一大队有五个人 是以柴田圣家 佐久坚信圣 森可诚等人为主 没错 听到柴田的名字啊 就知道 第一队肯定是负责军事作战的 至于第二大队呢 则有丹羽长袖 丰臣袖籍等人 而我们的光秀呢 也是被编在这一队 轻轻轻轻轻轻 魔鬼藏在细节里 我们刚刚提到哦 有传闻说 知田信长上落时呢 开高薪挖角光秀 六条之战过后 光秀啊 也有收到奖励的公文 甚至呢 还负责战后京都的民政工作 我请问观众朋友 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在这时候 公元1569年的春天 谁才是明治光秀的老板 我想很多人啊 跟我一样都会猜 他应该默默的 不知何时 变成知田家的家臣了吧 这推测呢 非常合理 但同时啊 也会让光秀背上了一个 上书大人好机灵啊 风往哪吹往哪跑的标签 细节在于哦 根据可靠史料 年代季超节中显示 一直到六条之战的四年后 也就是1573年 明治光秀哦 都还是名义上 将军幕府的家臣 甚至呢 信长公开写给将军 家臣团的书信中 光秀啊 都是名列收信者名单的 因此呢 你不妨这样理解 明治光秀一方面啊 是效力于将军家 一方面呢 也被外借给信长 作为官僚 这一种脚踏两条船的状况 很稀有吗 其实未必 同样是战国名将 直江兼序 他就有 既效力于上山家 又担任封城秀吉的陪陈 再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三国例子 曹魏的第一谋臣 循玉 他也有过以大汉臣子的身份 替曹操出谋划策 我想这样的解释啊 大家应该就很能理解 明治光秀当时的身份状态了 话说回来哦 足力一招能取得将军位子 知田信长的帮助是功不可没 在两人目标一致的时候 光秀同时效力于将军老板 和知田老板没问题啊 但是呢 如果两位老板的利益出现冲突时 我们光秀的角色又该如何自处 要听将军的话 还是知田信长的命令 而这样的天人交战 我认为也是替日后 本能寺之变的发生 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究竟明治光秀会继续留在幕府 还是转而支持 信长天下不武的野心呢 更精彩的故事 且听下回分晓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 还想看更多日本战国的影片吗 我推荐假匪之虎 武田信玄的成长史 只要点击旁边的方框就能欣赏 最后呢 邀请大家不令订阅英雄说书 追踪说书人阿瑞的Instagram 我会在那边分享更多说书日常 在能力所及范围 也可以使用加入会员 或超级感谢留言 给频道更多支持 期待和你们下次 空中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